有些东西神来就是颠覆我们的世界观的 比如这个看上去绝对飞不起来的飞机 超级古比鱼 先别说它丑不丑 毕竟每个人的审美都是不太一样的 但就这么一个臃肿的家伙也能够飞上天 真的有点颠覆了我对飞翔的原有认知 也让我从物理学上重新理解了那句老话 风口上的猪也能够飞上天 不开玩笑了 超级古比鱼来头可不小 它不仅是效率极高的运输机 也是人类太空探索史中关键的一员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它的故事与人类探索太空的故事是绑定在一起的 NASA就曾经表示 要是没有超级古比鱼的话 登月计划也许就不会这么顺利了 除此以外 超级古比鱼还有另外一个超级贡献 那就是帮助空客A300的诞生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条鱼是怎么飞上天的 1960年代为了争夺进入太空的第一张门票 美国和苏联的火箭都越造越大 零件也是越来越多 比如土星火箭 它就是由很多机组装而成的 每一机都长达数十米 直径也超过了5米 要把这些庞然大物从生产地加轴 运送到发射场佛罗里达 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穿过巴拿马运河走海运 那得要花上15天的颠簸 而且很难避免海水对火箭零件可能造成的腐蚀 于是NASA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到一种 更快更高效的运输工具来完成这个任务 飞机当然是首选 但现有最大的运输机也远远吃不下这些巨无霸零件 所以只能改造 这个商机被捷克康洛伊和里曼斯多夫 一名前美军飞行员和一个飞机销售商看到了 他们迅速成立了一家只服务于一个客户的航空公司 航天航空公司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的客户是谁了 然后就开始着手改造飞机 被他们选中的呢 是正在逐渐被喷气式科技替代的波音377 这是一种非常复杂和昂贵的飞机 从设计角度来讲并不成功 而且在其短暂的商业生涯当中还经历过几次严重的事故 按理来说没有理由选他来陈运 NASA同样昂贵复杂还很脆弱的零件呀 据说唯一的原因就是啊 李曼斯多夫在之前倒卖飞机的时候 囤了太多的波音377零件而已 NASA不巧当了一回接盘侠 不好在经过航天航空公司改造的波音377 没有令这个忠诚的客户失望 1962年超级古比鱼的前身 怀孕的古比鱼登场 我知道这个名字 他们可能比较奉行简单直接的原则吧 因为它装载货物的方式呢 的确非常奇葩 得要把肚子从中间抛开 才能够塞进货物 但不管怎么说啊 怀孕的古比鱼还是帮助NASA 把跨越美国的零件运输时间 从之前的两周减少到18个小时 惊人的进步啊 后来为了运载更大的土星5号火箭呢 怀孕的古比鱼进化到了超级古比鱼 它变得更大了 装载货物的方式也从抛开肚子 变成了翻开鼻子 装上了增压的货仓 与更强劲的引擎 可以吃下更多的货物 成就了土星5号 也成就了载人登月 当然也成就了自己 1970年代 太空竞赛结束 欧洲的空客却看中了超级古比鱼 此时空客刚刚推出自己雄心勃勃的A300计划 整合起欧洲多个国家的力量 准备和美国的飞机制造商一较高下 但它也面临和NASA一样的问题啊 如何把分布在欧洲各地生产的飞机零件 快速的运到法国南部 图卢兹的总装厂里面呢 前人证述后人乘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 那就用NASA用过的超级古比鱼啊 于是立马订购了两架 现在非常满意 紧接着又订购了两架 甚至自己还进行了额外的改装 一直到准备要订购第五架的时候 才意识到超级古比鱼 已经有点老掉牙了 越来越难找到的备件 和越来越高的维修成本 促使空客放弃采购的念头 转而自己开发 毕竟它也是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嘛 于是空客大白金登场了 看起来也同样是一副 飞不起来却飞得很嗨的样子 它基于空客A300打造 换上了现代引擎和现代技术的大白金 运载能力更是惊人 比超级古比鱼多出了整整一一倍 对得起自己这个名字啊 如今啊 只剩下一架超级古比鱼 还在继续服役 它是NASA在1997年购买的 用于运输像是国际空间站之类的 大型零件 以及T300训练机 当看到它将两架小飞机 装进自己肚子里面时 会不会让你想起 它曾经还有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